澳洲能帮助美国突破中国的稀土反制措施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那么你会选择投资稀土吗 从2018年中美贸易纷争升级以来 稀土的战略意义再次被投资者们摆上了台面 从手机的智能 军队的战斗力 电池电力和半导体芯片的核心 其实这一下都是来自于稀土 那么稀土稀土它是土吗 其实并不是 稀土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的一个总称 那就像央视新闻中的今日中国说的那样 如果放眼我们的生活没有稀土的话 那么在家看电视的你可能会发现 电视节目突然变成了黑白色 而一旁的音箱因为无法震动而听不到声音 当你想拿出手机拍照片的时候 会发现手机竟然不能聚焦了 那当我们放眼外面的世界会发现 如果没有稀土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会彻底告别航天发射器和卫星 那全球的炼油系统也会因此而停摆 所以可见稀土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性 而根据美国政府的一个数据 过去十年全球稀土供应当中超过90%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2018年美国对于中国的稀土的一个依赖度是达到了100% 但是很多人问了难道美国自己没有稀土吗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5年的数据呢 目前全世界稀土储量呢是达到了1.3亿吨 其中呢中国是有5500万吨 巴西2200万吨 美国1300万吨和澳大利亚目前是有210万吨 那么很多人说美国明明自己有稀土 为什么自己不选择去开采开发呢 其实啊美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 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大国 但是呢随着其他国家稀土出口 美国本土的一个稀土生产成本逐渐提高之后 美国的一些稀土企业呢纷纷倒闭 98年之后啊逐步停止了美国本土的一个开采 中国媒体报道呢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17种稀土生产 并且能够出口一个国家 2019年呢中国出口的17种金属元素 占全球稀土的市场需求呢是达到了85%到95% 尽管啊中国是作为稀土的生产大国 但是呢跟澳洲是铁矿石是生产大国 同时拥有铁矿石的一个定价权不同的是 中国在稀土的一个定价上面却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过去这几十年来 中国上下的很多黑矿无证开采 而很多呢一些小企业为了一己私利 选择偷偷贩卖到境外啊 各自为营的这么一个情况一直持续到近几年 中国呢开始大力严厉的打击这些黑矿的无证经营和开采 之后呢才开始有所好转 在1998年到2009年期间啊 中国开始对稀土呢进行出口的一个配额的限制 进行产业调控 2010年呢中国啊 因为跟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上面的分战 中国是限制了对日本出口所有的稀土材料 第一年啊中国呢开始把稀土呢是升级到了国家战略的一个高度 开始呢对稀土企业呢是加强了管制和管理 2012年啊 美国和他的盟友日本呢 国联手向WTO世贸组织起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 两年之后啊 中国放宽了对稀土的一个配额限制 曾经啊一飞冲天的稀土价格也因此一落千丈 可以说啊中国和美国以及其盟友在稀土上面的一个纷争啊 可谓是由来已久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像很多媒体或者新闻大V当中宣传的那样 中国真的能够依靠稀土来达到反制美国的这么一个目的吗 这个时候澳洲啊有这么一家公司就至关重要了 这家公司呢叫做Linus澳洲上市股票代码LIC 这家公司呢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 在跟美国的一家公司叫做Blue Line合作 将会在美国设立稀土分离 而且Linus啊他的来头可不小 他目前呢是除开中国之外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 目前呢全球稀土供应呢是能够达到12%的这么一个份额 而Blue Line这家公司呢也是目前啊 美国领先的稀土产品的一个加工的公司 两者强强联手试图填补美国在稀土供应上的一个空白 Linus呢目前在澳大利亚的西澳Montwell的每年 能够开采将近2万吨的一个稀土氧化物 经过精选之后会送到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加工厂来进行提炼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目前呢Linus每年的产量是能够满足美国所有对于稀土的一个需求 Linus在去年还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一个订单 帮助美国国防部在德克萨斯州 建立一个新的年产达到5000吨的一个稀土分离场 还要说起Linus这家公司呢是命运多舛 早在2011年的时候呢 当时股价一飞冲天 创下了其股价的历史新高 达到了20多澳币 在2015年之后啊 是达到了历史新低 当时呢只有0.3澳币 在生死存亡之际呢 公司啊在这个时候收到了一笔起死回生的投资 一笔来自日本的投资 就要说回到中日关于钓鱼岛在主权上面的一个纷争 在2011年之后 日本呢是逐渐意识到了其在稀土供应链的一个脆弱 并且呢也开始寻求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关于稀土的一个供应 一家日本的国营企业叫做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公司 开始以超低的利率 对当时的Linus进行了一个长期的投资 并且呢这项投资啊一直持续 只记得Linus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家没有中资背景 并且呢已经实现了系统量产 还能实现盈利的公司 在Linus这家公司啊 我相信咱们GoldMarkets的客户应该是不陌生 那我们早在2019年3月份的时候 公开推荐这家公司之后呢 当时它的股价只有1.6澳币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逐渐升级呢 它的股价翻倍达到了3澳币以上 尽管呢去年疫情爆发之后 Linus这家公司的股价呢 一度跌到了1.2澳币 随后啊它的股价却像坐上了火箭一飞冲天 截止到目前为止 距离当时疫情最低价1.2澳币 已经上涨了接近460% 那过去52周呢上涨幅度也是达到了150% 而今年呢 Linus截止从1月份到现在 也已经涨接近了80% 远远啊是跑赢了澳洲的大盘 那近期啊 还有继续冲击之前高位的一个趋势 而随着近几年电动汽车的一个爆发 永磁电机的需求呢 也在不断的增加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呢 也是实施了 关于这个低碳排放的一个政策 那我相信呢 也势必啊会增强 像是对风力发电的一个波轮机的一个需求 也会进一步增强市场对于女铁朋友磁体和仆女等稀土的一个需求 而供应方面呢 因为中国啊 近几年实施的对于稀土开采限制的一些政策 稀土出口当中而超过一半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缅甸 但是呢 由于无需开采 缅甸呢 目前很多的一些高品质的矿质锐减 后续呢 也是难以提供增量 因为近期的一个疫情导致的一个封关 再加上近期的雨季 缅甸国内的一些政治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 也加剧了缅甸稀土供应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9月份以来 清稀土的价格呢 目前是平稳运行 但是呢 重稀土的价格呢 是持续上涨 除开刚刚咱们提到的Linus这家公司 澳洲咱们的投资者 还没有值得关注的一些其他稀土概念的公司 可以去提前布局呢 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获得稀土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一个资讯 GoldMarkets将在下个月 也就是11月1号开始 推出我们全新的业务 届时呢 我们会上限澳洲所有超过2500家的 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我们的交易费用的最低啊 只需要7.7澳币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交易价格 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转发我们的视频 并且呢 跟我们的小助手来取得联系 获取提前锁定这前十笔交易免费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 最后啊 我想说的是 虽然对于中国来说 稀土并不算上是一张王牌 但是从目前的大环境来看呢 我们目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 就像荀子修身中说的那样 中国呢 想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啊 占据主导地位 可以说是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不坠 未来可期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